OK 下一個是要告訴你 我剛剛講過 我們都是用眼睛看 從眼睛看到天上星星 看到兩件事 第一件是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是代表表面溫度的高低 如果偏紅色就是溫度低 偏藍白色就是溫度高 太陽是一個溫度有點高又不會太高的 黃黃的 黃顏色的 所以顏色代表的是表面溫度的高低 偏紅色的溫度低 偏藍白色的溫度加高 所以就是 換給你看 最左手邊溫度大概一千度 紅紅的 然後一直往右邊走 最後邊大概可以到達一萬度 就會白白的亮亮的 所以越偏紅色的溫度就會 越低 越偏藍白色的溫度就會越高 以後學攝影會覺得所謂的色溫 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那以後學攝影再說 就是告訴你溫度跟顏色的關係 然後呢就是看太陽光圖 你就發現中間是可見光嘛 所以可見光最多 所以我們才可見啊 因為它最多的可見嘛 中間大概黃色光多 黃色光多 所以我們會告訴你太陽是一顆黃顏色的星球 黃顏色的星球 OK 我見得光 那麼另外一個是亮度 多亮 那個叫星等 那希臘人很無聊喔 看星星就看星星嘛 還說你這顆比較亮 你叫一等星 你比較暗 你叫做二等星 然後三等四等五等 你看考試問你 人類肉眼可見最暗的星幾等 六等 六等 那希臘人說的 那顆星最暗 那顆叫做六等 那希臘人說的 OK 所以星這叫做 星等 數字月的代表月亮 我們教你的星等 都叫做目視星等 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有多亮 跟它本身有多亮有關 還跟它的距離有關 你問我 燈塔跟火柴誰亮 我說火柴比較亮 因為火柴看到我的眼睛前面看起來好亮 燈塔離我一百公里 看起來一點都不亮 所以大概跟距離是有關的 那 如果把大家擺在一樣的地方 比那個叫做 絕對 新的 國中沒有 國中我上課教你的 考試考你都是什麼新的 目視新的 眼睛看 用眼睛看到 希臘人青菜東東 這叫一等 這叫二等 這叫三等 等到人類有儀器 可以去量的時候發現 希臘人的一等跟六等 大概就差一百倍 所以他就用這一百當作標準 做一個等比級數 就是 一然後乘以R 再乘以R 再乘以R 等比級數 所以一到六 差一百倍 每兩等之間差二點五倍 所以 一等星比二等星量多少 二點五倍 一等星比四等星的多少 這樣二點五的二次方 那二點五的二次方倍 我這樣子算 可是如果是一跟六 你不要跟我寫二點五的五次方 你可不可以直接跟我寫一百 因為二點五從一百算出來 一百開五次方更換那個 不然大家都知道嗎 所以就是一百 那麼這個是人類有儀器啊 因為人類有儀器可以量 然後數字化以後 就可以出現比六等怎樣 更慢 可以比一等更亮 還可以加上小數點 因為數字化 所以可以加上小數點 所以要加上小數點 所以就有這個 滿月是不發光的 經濟也很光 它都是反射太陽光 它還有亮度 那為什麼我把子女星特別標出來 它是目前的標準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些資料 子女星不是寫零等 但是我還是找不到 所以如果你比子女星亮二點五倍幾等 比零更小 負一 如果你比子女星暗二點五倍幾等 一等 要算算 OK 那它的標準就是星等 重點就是注意 我看天上星星一看到顏色 顏色代表什麼 溫度的高低 偏紅色溫度低 偏紅色溫度低 偏紅色溫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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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星等 數字越小就越亮 越大就越暗 1跟2之間差幾倍 2.5倍 2跟2之間差幾倍 也差2.5倍 然後算一下它總共會差幾倍 就是了解一下星等的意思 那我這樣也都是目視星等 OK 有啦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來練習